本所远景于11日接获民众报案称骑京区致名景点 星空隧道旁车内财务烧窃 原因是因为游客前往骑京地区游玩时 将致小客停放于隧道路口旁 为未书注意将车门上锁便离开夜游 返回时却发现致小客车内的皮夹不翼而飞 经远景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前身份 然该犯前未有固定住居所且行踪难以寻找 正当警方苦恼施嫌 居嫌行经拍索外面遭值班员警一眼认出 便立刻向前盘查 居嫌见刺激败坏后向警方坦诚不畏 全案训后一切到最嫌将居嫌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方呼吁民众前往风景区游玩 应注意随身财务不离身 互将贵重物品放入车内 让窃嫌有机可乘